Ladies and gentlemen to the 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ty in Tianmu Gymnasium 他 陳詠欣 亞洲超級名模 這一次換上世大運志工服裝 號稱場編 最美焦點 第一天播報 我覺得100分的話 我可以自己打65分 不算太糟 有及格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 我自己平常很愛打籃球 這也是為什麼 我也選擇籃球項目 主要擔任籃球賽事的 英語播報員 從球員上場到裁判指示 樣樣都要做到最精準的翻譯 而他其實今年才19歲 擁有178公分 50公斤的 雲襯體格 就讀輔大英文系 讓他不但在亞洲超模比賽中 以全英語溝通 更在第五季拿下第五名 而爸爸就是大學體育老師 自己也非常喜歡籃球 讓陳詠欣從6月底開始 就接受世大運的培訓 只是過程中 沒有想像這麼簡單 接觸到世大運之後 因為我要播報 所以我要去學習說 喔 裁判比的這個是代表 選手做了什麼東西 像我昨天有遇到 塞爾維亞 匈牙利 然後他們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 然後在唸選手的名字的時候 就會覺得特別的手頭打結 女生在階層 只是有趣 甜蜜 笑得很像我 只是我 當名模時 架式十足 轉換成播報員 也能專業 口齒清晰 陳詠欣走出伸展台 挑戰自己的極限 也成為另類的世大運 台灣之光 記者李維廷 無品一台北採訪報導